默示基督座谈纪要 明白真理才能认识神的作为 神主宰全人类的命运 主宰整个宇宙万物 在神的主宰当中 人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什么? 就是不管世界多大宇宙多大 从宏观到威观 这一切都在神的主宰摆布之中 不管人类的意愿是什么 人类的志向要求是什么 不管人类的发展倾向是什么 在神那儿 神的主宰摆布丝毫不受这些东西影响 神主宰摆布万物的原则是什么 根据是什么 神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 是围维绕哪个中心做的? 围绕神的经营计划 这话对 神做这一切是围绕神的经营计划 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这话里有内涵 就是说 神做这一切工作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神的主宰 神的摆布 神摆布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族群 或者是安排任何一个时代 发生什么事 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神不受时间、空间、地理、人物的限制 神所做的都是按着他的计划 按部就般地进行着 没有人能打破 也没有人能搅扰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不管人类或哪个族群的主观意愿是什么 神定义要做的是 没有一人一物 能够搅扰 能够破坏 能够左右得了 从这儿认识到什么 这是神的权柄 从神开始创造人类 到人类一步一步地发展 整个人类当中 有神的选民 有外邦人 有与神敌对的 这几种人在神眼中 都被看为人类 那神对这几种人 有没有区别对待 对于神的选民 神有没有特别地带领 神对于他的选民 与其他人类是区别对待的 但这些神的选民 有的对神能跟随顺服 有的对神 有被逆 抵挡 神是怎么对待的 他们对待神的态度 神是怎么看的 神对顺服他的人 有怜悯慈爱 但当人被逆 抵挡神的时候 神的公义性情 就会临到 对了 不管你认为 自己是神的选民也好 是神的跟随者也好 或者是曾经 在神家的工作中 立下什么功劳也好 在神那儿 不看这些外表的事 神有神的公义性情 神对待人 是有原则的 该审判就审判 该惩罚就惩罚 该毁灭就毁灭 比如 从犹太人 被逐出犹太地 主耶稣的天国福音 扩展到外邦 这一事实中 你们看到了什么 如果按人的观念想象 按犹太教的说法 犹太人 才是神的选民 是神的小宝宝 是神最牵挂的人类 是神眼中的同仁 按人的话说 就是最爱的孩子 对最爱的孩子 应该溺爱 保护起来 不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无论人祈求什么 神都会满足人 神赐给人的 超过人的所求所想 神这么做了吗 没有 神是怎么做的 因为犹太人 把主耶稣定十字架 神大大发怒 兴起鲁马发兵 攻占了犹太地 把犹太人赶出家园 那个场面 充满杀戮 血腥 死人无数 血流成河 有许多犹太人 逃亡到世界各国 才存活了下来 通过这个事实 你们看到神的性情里 具备什么样的实质 神的公义性情 不容人触犯 先不说神的性情 先用人打个比方 在现实生活中 人如果有一个爱子 以后要让他 继承自己的财产 继承自己的一切 人会怎么做 一方面会严格地对待他 让他能够成财 能够继承自己的一波 最主要的是保护他 不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别让他出现任何的危险 目的是为了他能活下来 继承自己的一切 那人做这一切是出于什么 人对待自己不爱的孩子 或者是外人 有没有这个表现 有没有这个做法 显而易见 人对自己最爱的孩子 所做的这一切 是出于私心 出于情感 出于私欲 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实质里 就具备这些东西 人的情感 私心里面 有没有真理 有没有公平 没有 这就是人类的表现 再看神做的事 神要让神的选民 犹太人 扩展福音 让福音从犹太地 扩展到犹太以外的外邦各族 亚洲 欧洲 非洲 美洲各地 怎么扩展 神用了一种方式 用外来的侵略者侵略 占领这块土地 把这里的犹太人 传扬救主耶稣的人 赶出去 让他们失去自己的家园 再也回不去 然后他们就在世界各地寄居 生存下来 就在各自所在的地方 开始扩展福音 把救主耶稣的福音 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国 传遍地极 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实 神做工特别实际 主要表现在哪儿 神用了一个很特别 又很不寻常的方式 把以色列人赶到各国去 来扩展主耶稣的福音 如果让他们自己主动到各国 去传福音见证神 他们撇弃不了家庭祖籍 这就等于是神击打他们 让他们出去传播主耶稣的福音 为了天国的福音 神就付出这样的代价 让他的选民临到战争 杀戮还有驱赶 犹太人被迫流离失所 流亡到世界各国传扬福音 这种方式在人来看 太不尽人意了 但是不尽人意这个词 能不能用来形容神的实质呢 显然不能 这不是不尽人意 因为在神的性情实质里 没有私心 没有情感 神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发展 神这么做 全人类下一步的发展 就完全按着神经营计划的步骤 成就实现了 所以神只能这么做 神的做 神的做工步骤已进展到这里 神这么做 效果又快又好 完全合适 从神的实质上来看 只有神才能这么做 任何一个国家 种族都不会这么做 神的性情是公义的 从神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上来看 今天神的选民应该得点启发 人类是神造的 神对人类有爱 有牵挂 有怜悯 有慈爱 但是当神给人使命的时候 人在神眼中是什么 你们能不能感受到这层意思 有人说 这么看来 人在神眼中也不值钱呢 人就是一个棋子 神让你到哪儿 你就到哪儿 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话对不对 这话不对 看外表现象 似乎是这么回事 但事实上不是 用人的语言来说 就是神做事 不顾及那么多 没有人的传统思想观念 没有束缚 神做一切事 都是那么释放自由 公开光明正义 一方面是按着神经营计划的步骤 为了这一切正常地进行着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将来的人类 在神的手中 能正常地按着神的经营计划 发展前行 人类的发展 与神的经营计划 是息息相关的 神如果不这么做 不忍痛割爱地迈出这一步 那人类的发展 是寸步难行的 所以说 在神的经营工作当中 神做的每一个抉择 每一个步骤 每一件事 神都有考虑 这都有神的大能 权柄 智慧在其中 人往往对神做的 有些事不能理解 人为什么不能理解呢 因为人有观念 人的观念 有些是想象 有些是受人的传统文化 思想的影响 还有些是人的私心 人的判断 这些东西 影响了人对神的认识 也影响了人对神的看法 通过犹太人 被逐出犹太地这事 你们能得出什么结论 神不像人一样有私心 神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 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发展 这是如果现在坐在你们身上 有杀戮 有流血 还有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你们会怎么认识 按照我们的人性 和被撒旦败坏的程度 可能会有很多的不理解 和埋怨误解 但是今天通过神这么交通 就认识到神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 都有神的心意 不管我们受多少痛苦 应该甘愿顺服神的一切摆布 竭力与神配合 把神的末世做工 传扬见证出去 在这个事实当中 人有得选择吗 神定义要做的事 人是没有权利选择的 听完这句话之后 人还感觉神是爱吗 人心里就量了半截 说 在这个事实当中 人没法选择 那人在神经营计划的做工中 扮演的角色 到底是什么呀 你们清不清楚 受造之物 不单是受造之物 你们扮演的是衬托物 也是神审判刑罚的对象 更是神拯救的对象 你们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那作为受造之物的人 都有哪些功能呢 这就涉及到人的实行 涉及到人的本分了 你是一个受造之物 神给了你唱歌的恩赐 神家安排你唱歌 你就好好唱歌 如果你有传福音的恩赐 神家安排你传福音 你就应该好好传福音 当神选民选你做带领的时候 你就应该把带领这个托付担起来 带领神选民 吃喝神的话 交通真理 进入实际 这就是尽好本分了 神给人的托付太重要了 太有意义了 那你该怎样担当这个托付 发挥你的功用呢 这就是你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必须做出选择 可以说这是决定你能否得着真理 被神成全的关键时刻 你如果凭几亿胡作非为 不但没完成神的托付 还搅扰了神家的工作 那你就必然落得个受惩罚的下场 就是跟保罗一样的下场 那当神说让你去办一件事 这时候你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把事办好 别把事搞砸 这就效好力了 让你效什么力 都得老老实实地效好 你就是听话顺服的人了 如果你不老老实实效力 总有个人的存心 总想做王掌权 那你就是撒旦 就是敌基督 就要受到惩罚 有的人不明白真理 也不追求真理 只会出力干活 那这个塑造之物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出力效力的 那你们总结总结 在神眼中的塑造之物 到底该尽什么本分 该活出什么人样 这就涉及到你们的实行了 在人的观念想象中 神眼中的塑造之物 神牵挂 神爱护 神保守 神看顾 神赐给恩典 然后神管教 神对付修理 神爱在心里 捧在手上 最后神一心就要成全他 还要保障他的安全 不让他出事 直到他被成全 这才是神眼中的塑造之物 当人感受到这些的时候 人就觉得 神是无比的可爱呀 神太伟大了 神太值得人爱了 神是怜悯慈爱 神太好了 如果与事实对号 神对待塑造之物 仅仅是这些内容吗 不是 那神是怎么对待人的 在神对待人的态度上 人还有哪些观念想象 还有哪些是人接受不了的 毫无疑问的 就是神的审判刑罚 试炼熬炼 修理对付 还有管教剥夺 不能接受审判刑罚的人 都是什么人 可以说 都是不接受真理的人 不接受真理的人 完全可以说是不信派 人不能接受神的审判刑罚 就是不能接受神的做工 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 这个性质就是不接受真理 拒绝神的做工 这样的人就只能落到灾难中 受惩罚了 不管是什么人 信神不接受真理的 都不能蒙拯救 人信神以后 不管神摆设什么环境 显明他 在这个被显明的过程中 人能不能看到神的祝福 神的恩待 神的看顾保守 人看不到 表面上是看不到 但经历了试炼熬炼之后 能不能看到呢 就肯定能看到了 所以有许多人 经历了神的审判刑罚之后 就看见了神的保守 神的祝福 但对于不喜爱真理的人来说 他就丝毫看不见 他还持守自己的观念想象 对神满了抵触 满了悖逆 这就是不信派恶人 敌基督一类的人了 这些人所做的一切 就是反面教材了 比如说保罗 人在保罗身上看到什么了 保罗不追求真理 他信神只追求肉体的前途归宿 只追求得赏赐 得冠冕 神说那么多话 那么管教他 开启光照他 他不顺服神 也不接受真理 一直背逆神 抵挡神 最后成为敌基督 被定罪受惩罚 这是个反面教材 人通过保罗 这个典型的 敌基督事例看到 保罗所走的是 抵挡神的路 是灭亡的路 很多人从中吸取教训 得着了益处 都走上了追求真理的路 走上了信神正轨 对能接受真理 从保罗的教训中 得着了益处的人 神的心意是什么 是拯救 是爱 那从神对保罗 这个人的揭示 审判 定罪中 人看见了神的 哪方面性情 神的公义性情 那在神眼中 保罗这个塑造之物 成什么了 成效力品了 同样都是塑造之物 得益处的 与被显明的 对这两种人 神的对待法 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在神眼中 这两种人 都是犹如蚂蚁 犹如蛆虫一样 不值钱的人类 但是在神那儿 有不同的对待法 这就是神的公义性情 神对待这两种人 不同的态度 是根据什么 根据人的表现 人的实质 人对待真理的态度 根据人所走的道路 从外表来看 神似乎不尽人意 似乎没有情感 神做的这事 太绝情了 按人的观念想象 人认为 神不应该 那么对待保罗 保罗做了那么多功 受了那么多苦 而且他对神 也是忠心耿耿 为什么神 还那样对待他 人这么说对吗 合乎真理吗 保罗罗 保罗哪一点对神 忠心耿耿了 这不是歪曲 事实吗 他是对自己 得福忠心耿耿 那是对神 忠心耿耿吗 人不明白真理 人不明白真理 看不透 是藕断 是藕断丝连 其实 人为 撒旦说话 也是为自己 说话 人同情保罗 是因为 人跟保罗一样 走的都是 保罗的路 按照他 按照人的情理来说 神不应该 那么对待保罗 但是神所做的 正好与人的情理相反 这就是神的公义性情 这就是真理 按照人的情理 人会说 保罗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 也有疲劳 就看在他 受那么多年苦的份上 应该让他胜存下来 哪怕做个效力者也行 不应该让他受惩罚 不应该让他 落入阴间地狱 这是人的情理 这是人的情感 这不是真理 而神最可爱的地方 是什么 神没有人的情理 神所做的一切 都是按着真理 按着他的实质 他流露的是公义性情 神不管你的主观意愿 是什么 也不管客观事实上 你做了什么 神是根据你所做的 你所流露的 你所走的道路 来定性你这个人 定归你这个人 来对你采取一种 最合适的态度 这样保罗的结局 就产生了 从保罗这世上来看 神似乎没有爱 彼得与保罗 同样都是受造之物 神对彼得就有称许 有祝福 对待保罗 就是揭露 解剖 就是审判定罪 神那样定归保罗的结局 这里面就看不到神的爱 那从保罗这世上 你就能说 神没有爱吗 不能这么说 因为神管教过他多次 也光照过他 都是给他悔改机会 但保罗死不悔改 走上了抵挡神的道路 最后就被神定罪 受到惩罚了 从外表上看着是 似乎是神做工拯救人 不由人选择 虽然神没有干涉人的选择 但人选择追求得福的路 神就给人定罪了 人就受到惩罚了 好像是神不允许人 走自己的路 只允许人走追求真理的路 受审判得洁净被成全 都是由神说了算 人这样看神的做工 这样定归神 是不是太谬望 太荒唐了 人根本不认识神的性情 是公义圣洁 人总选择走自己的路 走抵挡神的路 还不想接受神的审判定罪 真是不可理喻 有许多人都这样认为 神如何对待一个人 或者神给一个人什么使命 让一个人做什么工作 尽什么本分 都不由人自己选择 最后 凡是选择走自己的路 都被定罪 只有选择神带领的路 选择走追求真理的路 神才祝福 才称许 这在有些人看 好像神不公平 神干涉了人的自由选择 事实上 是不是这么回事 神做这一切事 都是有原则的 人不了解事实真相 不明白真理 就容易产生误解 容易论断神 当你明白了事实真相 明白了真理 你就觉得 这些误解 一文不值 太卑鄙 太见不得光 这时 你会认识到 神做得都对 人不能理解 是因为人太自私 太愚昧 人不明白真理 看不透事 就凭自己的观念 想象来定归神 当你理解的时候 你就不会为保罗辩护 不会误解神了 你会说 神做得太对了 是人有败坏 人心胸太狭隘 人太愚昧 看不透事 无论从这世上 看到的 是神的公义性情 也好 还是神的爱 也好 总之 神做得都是对的 都是神公义性情 的流露 都是神的实质 都合乎真理 没有错啊 那今天神做工在你们身上 拯救你们 你们该选择走什么路 神干涉你们没有 你们该怎么选择 该不该吸取保罗的教训 该不该效法彼得 走追求真理的路 你们怎么对待这些事 这就看你们是否明白真理了 明白真理要解决什么问题 明白真理就是为了解决人的败坏性情 解决人的各种难处 当你临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临到不合你观念的人事物的时候 这些真理在你身上 就要起作用了 那保罗这个案例 对你个人的生命进入 以及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 有什么帮助 能促使人来到神面前 反省自己 能够消除人与神之间的 隔阂与误解 你们都说到一点 都有点收获 最关键得明白 选择追求真理 这条路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神祝福称许这样的人 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 才是最关键的 刚才提到 犹太人被驱逐 流亡到世界各国 从这个事实上 人看到了什么 明白什么真理了 从这事上 人应该有点反思 一方面反思 人该怎么实行 另一方面 从中认识神的性情 那先说说 人在这个世上 应该怎么实行 神做一切事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神有神的计划 神做事 有神自己的原则 人的态度 应该是什么 无论临到什么事 不管是否 合乎自己的观念 人千万不要与神对抗 有些人说 我虽然有被逆抵挡 但我能尽上本分 还不行吗 这态度怎么样 很显然不行 这不是真实的顺服 那不要与神对抗 具体该怎么实行 怎么落实到实处呢 有两条实行原则 第一条 主动地寻求神的心意 是什么 人该明白什么真理 该怎样配合 完成神的托付 这是从积极方面 人该做的 第二条 醒察认识自己里面 对神误解的东西 不能顺服的东西 人观念想象的东西 还有与神不相合的东西 这样就能保障 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能准确地实行真理 按原则办事 来完成神的托付 达到蒙神纪念 这个实行原则简不简单 简单 这个简单怎么解释 就是线条和说法比较清晰 一是一二是二 一听就知道怎么实行 但真实行起来 就不那么简单了 因为人有败坏性情 人总讲理 人还有很多想象观念 还有对神的误解 人就得解剖这些东西 就得接受神的审判刑罚 这对于不通灵的人来说 又要产生观念了 都说神是爱 神对人的思想观念 怎么总有揭示审判呢 也没有看到神的爱呀 我只看到神的性情 不容人触犯了 这是不是人的观念呢 如果按照败坏人类的观念想象 在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 神一直流露的都是怜悯慈爱 没有公义 没有烈怒 人类能活到现在吗 人类早被撒旦吞吃了 在对待魔鬼撒旦的事上 在对待败坏人类抵挡神的事上 神表现流露的 就不是人所说的爱了 而是公义性情 是恨物 是厌憎 是审判 是刑罚 是惩罚 是毁灭 神这样做 才能显明神的性情 是公义 是圣洁 是不容触犯 才能让撒旦彻底蒙羞 才能有效地保护真正的人类 神就是这样 一直带领着人类 也同时在拯救人类 人得常常省察自己内心深处 与神不相合的东西 还得省察人对神的误解 这个误解是怎么产生的 人为什么会对神产生误解呢 人看到犹太人被逐出犹太地 这个事实后 就觉得情感受伤害了 神刚开始 那么爱护以色列人 带领他们出埃及 过红海 又给他们降马呢 给他们泉水喝 然后又亲自颁布律法 带领他们 教导他们如何生活 神对人的爱真是满满的 那个时代的人太幸福了 眨眼功夫 神对待他们的态度 怎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呢 神的爱哪儿去了 人的情感通不过了 这时候人就疑惑了 神到底是不是爱呀 当初神对待 以色列人的态度 怎么一点也看不到了呢 神的爱在此时此刻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神到底有没有爱呀 人的误解就产生了 那人产生误解的背景是什么 难道是因为神做的 不合乎人的观念想象 是这个事实让人对神有误解了 人这样误解 神是不是因为人 把神的爱给定规了 人认为神就是爱 神就应该看顾保守人 赐给人恩典祝福 这才是神的爱呢 我就喜欢神这么爱人 尤其是从神带领人过红海 那件事上 看到神太爱人了 那时候的人真幸福啊 我要是其中一员就好了 当你陶醉在其中的时候 你把神在此时此刻所流露的爱 当成了最高真理 当成了神实质的唯一标志 你就把神定归在你的心里了 你就把神此时此刻所做的这一切 定归成是最高的真理 认为这是神最可爱的地方 也是最让人尊敬 最让人敬畏的地方 这就是神的爱 事实上 神这么做本身就是正面事物 但是这件事在你心里 因着你的定规变成了你的观念 成了你定归神的根据 使你误解了神的爱 好像神的爱 除了怜悯 看顾 保守 带领 赐恩典 赐祝福 这些之外 就没有别的 神的爱 神的爱 只是这么多 你为什么能这么保爱 这些方面呢 是不是跟你自己的利益有关 是 跟你哪些利益有关 肉体享受生活的安逸 因为人信神 就想从神得这些东西 其他的不想得 什么审判刑罚 试炼 熬炼 为神受苦 撇弃 花费 甚至为神舍命 人不愿意去想这些 人就想享受神的爱 神的看顾保守 神的带领 所以 人把神的爱 定归成 神实质的唯一标志 定归成 神唯一的实质 在神带领以色列人 过红海 这个事实上 神所做的这些 是不是成了人 产生观念的 一个源头了 这些 成了人类对神 产生观念的背景 产生了这样的观念 那人对神的做工 对神的性情 还能达到真实的认识吗 很显然 不但不能认识 还产生了误解 观念 这就证明 人的认识太片面了 不是真实的认识 因为这不是真理 这是人凭自己的观念 想象 自己的思域 分析 解读出来的 一种爱 一种认识 这与神真实的实质 是不相符的 神对人的爱 除了施怜民 拯救 看顾 保守 垂听人的祈求之外 还有什么 责打管教 修理对付 审判刑判 试炼熬炼 对了 神的爱太多了 击打管教 责备 审判 刑罚 试炼熬炼 这些都是神的爱 这才是全面的 这才是合乎真理的 如果认识到这些 当你省察到 自己对神有误解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认识到 自己的偏谬了 就能很好地反思 自己错误的地方了 是不是就能帮助你 从对神的误解中走出来 要达到这些 就得寻求真理 人只要寻求真理 就能解除对神的误解 解除了对神的误解 人就能顺服 神的一切安排 如果你对神的误解 能够解除的话 当你看到犹太人 被逐出犹太地 这一幕的时候 你会说 神对待人类 对待受造之物的态度 不仅仅是爱 还有击打 驱赶这种方式的带领 人对待神的态度 不应该有任何的选择 只应该顺服 不应该对抗 在人的观念想象中 神对待犹太人的这种态度 似乎是不尽人意的 但现在来看 神做得太好了 神所流露的全部是公义性情 神能赐给人恩典 赐给人祝福 赐给人日用的饮食 同时 神也能剥夺人这一切 这是神的权柄 这也是神的实质 是神的性情